經過了一整天的反覆測試 終於測試出一套菲尼克我覺得不錯用的裝備 剛剛在排位賽也打出了單排五連勝 你可以看到從今天菲尼克一改版 我用最古老的裝備一路輸輸輸 輸到最後裝備調整完 終於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我改版之後會一直使用的菲尼克裝備 如果你喜歡玩菲尼克或是想用菲尼克爬排位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也歡迎把影片分享給你最好的朋友喔 還是你跟我一樣沒朋友 如果沒朋友的話你也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今天呢分享的是菲尼克全新改版的出裝 那首先呢我一定要先介紹一下 菲尼克的技能究竟做了什麼樣子的改動 首先是他的被動技能 他的被動技能現在普攻第三下 會對目標周圍所有敵人包含建築物造成額外40%的物理傷害 這個額外的物理傷害比體驗伺服器好很多 已經可以暴擊囉 享受普攻的特徵像是物理吸血 或是閃電刀之類的 並對野怪小兵傷害再提高75% 還記得BBCC在體驗伺服器測試 體驗伺服器的菲尼克嗎 那個時候他的被動技能是不能暴擊 那時候我一直抱怨說 希望被動技能能暴擊 官方終於聽到我們的心聲了 再來呢 就是飛賊印記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呢 先在施放飛賊印記的時候 會進行一小段的位移 但是這個位移是不能穿起來 你還是要適應一下 有點像是拉茲呢 就往左邊跳一點 提升攻擊速度持續四秒鐘 那現在呢 你在施放飛賊印記的時候 假如你使用二技能或是三技能 會立刻打斷飛賊印記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菲尼克有時候 你被那種刺客型打野盯上 你根本就不可能等他甩出去 等你甩出去你就準備被秒殺 這也是菲尼克全新改版 一個比較激動的部分 所以呢 在全新的出裝裡面 鞋子的部分我已經選擇指出守衛軍戰學 已經不需要聖騎士戰學 等一下我再介紹 還有一個二技能影響最大的是 為什麼我要把原本的守衛軍戰學 變成聖騎士戰學 再來就是菲尼克的二技能 菲尼克翻滾 你也可以叫 風 風 池 風 池 電 池 嗎 怎麼唸我不知道 總之呢二技能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史上最強的 菲尼克突進技能 該怎麼說呢 跟該辦前一樣 這個技能呢 菲尼克在翻滾的時候 期間是不可選中的 也就是說有個小無敵的狀態 但是各位 現在菲尼克翻滾可以使用兩次喔 當你飛賊印記點滿的時候 爆炸的時候 你的風池也要管他了 我就叫他菲尼克翻滾會重新刷新冷卻時間 也就是說有好多場 對面的艾瑞一等想要入侵我的野區 在我使用菲這一技把他疊滿之後 二技能滾上去 他減速之後 刷滿技能之後 我的二技能又可以再度滾一次 這時候隊友又來幫忙包圍艾瑞 所以現在菲尼克不怕對手入侵野區 只要你的隊友有點腦袋會來幫你一起反野 就是對付那個反野就可以了 再來呢就是菲尼克的大絕招煉捶風暴 我不得不說 菲尼克的大絕招現在真的超級好用的 就算呢 你就算就算你大絕招丟的在歪 你可以利用二技能的菲尼克翻滾去修正位置 現在的大絕招呢 你只要再按一次 他會飛到你前方指定的方向 應該說飛到你前方才對 那練球回來的時候 會路徑上的敵人造成50%的減速持續一秒鐘 現在的菲尼克的二三技能 終於獲得最大的加強 雖然我覺得玩起來 我怎麼覺得一技能的飛折印記的傷害 好像調低了 不過會在他的被動把傷害補回來 尤其是到後期的菲尼克呢 被動的暗器再加上普攻觸發一起暴擊 哇這個傷害真的是高的不要不要的 那我先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的菲尼克不完全輸出 也就是聖劍完我接颶風雙刀衝一個全輸出呢 首先你要知道菲尼克呢 他的攻擊距離不長 你想要跟卡芬尼或是勇或是特爾安納斯 在後期拚傷害 你出的再高攻擊力 你點不到人也沒有用 那如果你在B牌以下的牌位呢 常常隊友會打出一個雙射手的陣容 這個時候呢 你根本你們隊已經夠軟 如果你真的在軟下去 沒有幫隊友任何控場的話 你真的就是一個在送頭的200塊而已 所以在裝備上面呢 我希望能更厚一點前期 可以對付像是莫拉悟空 或是一些物理性的強力打野 最好對付瑟菲斯 這種貼上來打在現在呢 菲尼克加強之後幾乎就是可以貼著打 而且冰霜長跑 我真的覺得跟菲尼克超級搭的 他有一個範圍的控場 而且他現在還沒有限定 遠程使用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呢 對面的刺客陣容 真的是太多 真的 多到你真的受不了的話 另一套裝備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在下一把裝備 我選擇出龍骨劍的原因呢 是因為現在非常多坦克的輔助 他們一定都會出聖騎戰盾 這個減速呢 剛好龍骨劍這個裝備 可以把他差不多抵消掉 所以呢 你會覺得無感 而且拿來對付像現在 哇 凱撒路OP 不要不要的 塔拉或是一些伯頓 或是艾瑞坦克性的英雄 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如果對面呢 坦克性英雄不多的時候 通常我會把 倒數第二把武器 龍骨劍換成嗜血弓 直接跟對面的刺客 直接拉打 直接把他們打爆 現在菲尼克有了兩段的無敵 你跟一些刺客打 根本就完全不需要害怕他 你只要把飛賊印記疊上去之後 你就翻滾來翻滾去 大絕招刷進來 對手就差不多死掉了 最後把窗... 呵呵 差點說成最後把窗戶 最後把裝備呢 我選擇出天叢雲 哇 這個就是最後的穿透武器了 菲尼克很少切後排 幾乎都在打前排的戰士法師 或是坦克之類的 如果你有機會切到後排的話 代表對面的輔助 或是對面的戰士可能幾乎都死掉 不然就是沒事做 或是單挑的時候 最近還有 菲尼克有一個改版 我覺得也蠻棒的地方 就是他現在飛賊印記啊 只要四成爆炸之後呢 就會獲得一秒的暈眩 那如果呢 你只有一二三成的話 會根據你暈眩的 就是你疊加的次數 會給對方暈眩秒數 也就是說0.25秒 0.5秒 0.75秒 甚至一秒一秒 就是飛賊印記爆炸的時候 但是我還是覺得前期的 飛賊印記的傷害變很低 前期在沒有裝備的 菲尼克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比以前難殺人非常多 雖然呢 更靈活了一些 但是我不知道 玩起來真的怪怪的 今天呢 我玩前六場 全部都輸 一開始我出我最舊那套裝備 就是 天 呃 破陣戰矛 再接寒冰法袍 完全打不出任何的傷害 而且跟菲尼克新的被動 完全搭不上邊 暴擊沒打出來 什麼都什麼 就真的很沒感覺 再來最後呢 我選擇出我在體驗伺服器 大殺四方的 聖劍接颶風 打一般場的時候還可以用 可是當打排位戰 對面蠻有意識的時候 會來抓你的時候 你根本 就是從頭被殺到尾 殺到隊友都覺得你是假的 真的 超級傻眼 然後在最後調整之後呢 就是現在的最終出裝 打野弓 守衛軍戰靴 再來就是聖劍 然後再來是寒冰法袍 再來就是龍骨劍 或是嗜血弓 這位把 接天叢魚 最後滿裝之後呢 如果你是終極 有點順風的話 菲尼克到後期跟以前一樣 我覺得還是有點偏弱 相較於卡芬尼 或是那種 傳統型射手來講 在後期的定位 還是顯得尷尬一點 而且現在的菲尼克呢 由於技能的調整呢 已經沒有辦法在12級的時候 單吃凱撒 在這個版本 你的凱撒的攻擊力 變得爆 爆炸高 今天我打有一場 好險是有點順風 我去測試一下 那一場我的菲尼克 在凱撒剛出的時候 人頭數是 316 我就已經算是不錯的 菲尼克的法育了 結果 我被凱撒直接 一棒直接給打死 真的是不誇張 現在菲尼克已經沒有辦法 這麼快速的單吃凱撒 但是到後期還是可以啊 菲尼克感覺現在是有點 削弱前期 然後強化後期 但是在後期的定位 還是非常尷尬 你還是沒有辦法 跟傳統的射手來一場 硬碰硬的單挑 除非你先手 如果同時遇到 對方的射程比你長 你真的是只能切絕距 你看 我的菲尼克的大絕招 今天一直有BUG 就是會直接卡在牆壁上 好奇怪 那菲尼克前期 我覺得還是 你要掌握節奏 去帶動打野的風向 雖然你前期的攻擊力 感覺沒有像以前那麼高 但是呢 你還是可以嚇死對手 前期呢 盡量還是以凱撒路開 然後去幫魔龍路那一路打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可以開魔龍 如果有機會開魔龍的話呢 順風的話 當然第一條魔龍吃下來 你就順爆了 那如果不順利的話 不要練戰魔龍 如果真的沒血的話 還是趕快去把古龍吃掉 尤其是你 嗯 魔龍路的隊友都怪怪的時候 那現在玩菲尼克也不用去搶凱撒 除非呢 隊友非常有觀念 把對面擊退之後 剛好凱撒這邊又是空空如也 配合一個隊友 還是可以前期輕鬆的吃凱撒 但是要單吃 可能你要技巧非常好 不然那時候魔龍凱撒剛出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殺到二十幾殺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跟著我們的龍龍 直接推進去 今天 玩起來超級Lag Lag的真的是不可思議 現在菲尼克好強喔 有兩段無敵可以用喔 我真的覺得超級幸福的 好險好險 在體驗伺服器測試的時候 有稍微在影片抱怨一下 不然我看菲尼克 假如真的出了體驗伺服器 那種斬殺版本的菲尼克 我看菲尼克這隻角色 大家真的會氣泡泡 現在算是非常平衡 但是我覺得 嗯 好像應該會再稍微削弱一點吧 不然我覺得 現在我真的覺得前期 打野比起莫拉或是奎倫 菲尼克影響力沒有那麼大 現在 單吃魔龍也要吃好久 大概就是跟你吃到飽一樣吧 原本你是吃自助餐 很快就吃完了 現在菲尼克前期要吃魔龍 大概你要吃完499龍蝦吃到飽 然後再把所有的人清掉 才比較有機會吃魔龍 這可能也是為了官方平衡菲尼克吧 不然菲尼克改的這麼強 喔 有滑鼠 對不對 我的畫面真的是太敏感了各位 好吧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直接推進去 你看菲尼克 出完聖劍 然後再出冰袍之後 其實這時候傷害已經非常足夠了 我覺得出冰袍是為了 讓飛賊印記丟出去的時候 可以留住敵人 讓觸發飛賊印記的機會變多 等於說你變相增加你的生存能力 因為你的菲尼克翻滾一樣可以滾過去 但是我覺得現在還是有點危險 你不可能會戰的時候 飛賊印記直接丟過去 你的人就直接滾過去 那我只能跟你說高雄發大財而已 你會直接被收掉 絕對疊不到這麼多人了 所以在會戰的時候 你也不是說這麼無腦的可以滾過去 但是呢 少人會戰像是2v2的時候 是可以滾過去一次啦 當然也要對面打野在 你不可能說打兩個魔龍路 然後你直接滾過去 對面打野直接衝出來收你頭 當然飛賊印記也不是這麼無腦 但是感覺現在新的版本又有點無腦 好吧那這時候 我們趕快把這一條魔龍給打下來 我知道你們在注意什麼東西 你在注意什麼嗎 你在注意的是 BBCC你的手機又要沒電囉 其實我覺得飛賊印記我玩的時候 很喜歡聽那種日式的電影 玩起來就非常有感覺 你玩 傳說對決的時候 也會聽音樂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我真的超級討厭藍 藍真的是 讓我 我好險我 好險他沒追上來喔 剛剛我滾失誤 可能會被伯頓翻回去 直接被虐一波啊 好險伯頓他也發生了一個失誤 這個時候 躲 丟了一個地上黑黑的東西 以為我沒有看見你 是不是啊各位 沒關係 這時候我們繼續拿下我們的U4 前期已經拿這麼多東西 107其實也算是不錯 這家裝備真的打得非常順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所最新的菲尼克出裝 真的超好用 真心推進給各位 那你看 剛剛呢 我的寒冰法袍觸發之後 我真的覺得寒冰法袍 希望未來不要改成 只有近戰可以出發 這個版本已經把我最愛的手套改成 只有近戰限定了 這也是平衡一點 不然像卡芬妮那種狗角在出這個手套 根本就打不死他好不好 現在我還是覺得嗜血弓還是有點偏強 你看 我菲尼克丟了大絕招出去 剛剛卡在我的臉上 卡了那麼久 我不知道傷害會不會有改變 感覺是官方呢 重寫一個菲尼克的大絕招的印記 然後還是不太順 不知道 今天也是混沌大亂鬥的改版的第一天 我相信一定還有非常多的BUG 那如果你今天玩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BUG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現在有點大順風 所以我在裝備的路上會調整 會出颶風雙刀 有個韌性的效果 而且暴擊這麼高 我看到後期有幾乎 人擋殺人 佛擋殺佛 高雄發大財 發大財 發財發財 這悟空也怪怪的 悟空怪怪的地方是 他直接貼上去打伯頓 伯頓就是完全不怕物以傷害的英雄 你怎麼會選擇貼上去打他呢 我的兄弟 好吧 那這個 喔 伯頓也超級 你看菲尼克後期 哇 可惜啊 他有點削弱 菲尼克現在的大絕刀丟出去是可以暴擊的 但是暴擊傷害只有150% 整整少了50% 體驗伺服器也是不一樣 其實這隻 菲尼克的全新改版體驗伺服器都沒有經過測試 所以這個素質呢 是直接在官方的今天讓大家測試 說不定大家玩的太強了 官方一個禮拜之後又會削弱 我是覺得啦 一技能的飛者印記傷害再稍微調高一點 會比較好 會比較有影響力一點 如果說你想讓菲尼克回到一線英雄的那種排行裡面去 一技能的飛者印記拜託 再稍微加強一點啦 這個傷害前期不夠啊 哇哇 這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哇直接爆炸耶 我們一個霹靂大失誤 伯頓不愧是最能影響戰局的男人 哇這個又要拖超久了 哈哈 伯頓好猛喔 直接終局之戰耶 長得很像薩諾斯有沒有 只是他是綠色的 伯頓也是我最討厭遇到的輔助或是凱撒羅之一 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一個超級物理克星 完全沒有人擋得住他啊各位 加油啊各位我們可以了我手機要沒電了 這真的是終局之戰了 如果打到半團沒電的話我真的會GG 哇 三個晉級的巨人 我覺得只要再把凱撒輕輕鬆鬆的拿下來就獲勝 其實硬推也可以 因為我們壓過去對方會非常有壓力 但是我喜歡打穩一點 畢竟遊戲已經到了後期 說不定我們一個會戰被逆轉 就一路被打到壓在地上打 真的超級刺激的各位 今天終於沒有下雨了 但是今天我玩了非常久的菲尼克 所以我剛剛才吃飯 錄這部影片前才吃飯 那如果改版呢有個歡樂禮包的序號 你還沒有領的話 歡迎點右上角的資訊卡點 上一部影片上一部影片有非常多的分享 包括40點的新造型的魔恩 究竟該怎麼出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那這個時候對面 對面走了一波怪怪的失誤 那我們就輕輕鬆鬆的拿下這場勝利 那這一場也是我菲尼克的全新出裝的 單排五連勝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菲尼克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 或者把這一套出裝分享給你喜歡玩菲尼克的朋友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了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 分享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